CODM抽奖的三大潜规则 抽奖真的靠运气吗 自CODM上线以来 转盘宝箱一直都备受玩家关注 看到别人一发入魂 自己却总是保底 试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多大用处 下面三点帮你了解真正的抽奖规则 一运行机制 转盘抽奖在点击开始之后 你的抽奖结果就已经确定了 这就是每个转盘都有跳过动画的原因 每次抽奖 手机都会向服务器发送一个请求 服务器再向手机发送一个结果 如果想利用机制改变抽奖结果 只能改变两者交互过程中的数据 而这种行为就是官方所说的 利用bug获取利益 是要领十年大礼包的 二十连抽 宝箱十连抽会比单抽就有更多的福利 抽取稀有道具的概率也会更大一点 如果一发十连宝箱没有紫色道具 下一发系统很大概率 会从蓝色中选一个替换成稀有 这也就是很多老玩家喜欢咱宝箱的原因 三抽奖技巧 也就是所谓的玄学抽奖法 比如三发不出必跑底 这种方法并不完全没用 大部分抽奖跟时间挂钩 比如在抽奖之前你打开某个界面 或者卡在某个动画多长时间 都有可能影响结果 所以规律是有的 但找到规律是很困难的 如果真的被测试出来了 那也只适用于一个账号 因为每个人的ID是不同的 所以对于抽奖 还希望大家可以量力而为适度娱乐 那么对此你怎么看呢